就來挖耳朵啦 你拿好可以看到媽媽挖到哪裡 百萬的話說 哇好清楚喔 你這邊會癢嗎? 有耳朵裡面的小細毛 保護你耳道的小細毛 這真是太厲害了 挖起來修不修修 呼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可拉布 最近是不是哈? 嘿?呼?呼? 聽不太清楚 這時候呢就蓋輕輕的耳朵 用棉花棒 好像挖得沒有很乾淨 掏耳棒 掏掏掏掏掏 又很怕別人經過你身旁 我甚至呢還曾經挖到耳朵都出血了 這時候呢就要來用我們的 Check to Check的 波球人癢癢挖耳神器 到底有多神器 讓阿牧來帶大家看一看吧 請認名Check to Check 因為現在呢 世面上真的太多仿冒品 一定要認名正版 有專利授權的 我拿來的一支鋼筆 這支就是我們厲害的挖耳神器 蓋子打開然後一滴燈就會發亮 所以你不要找開關在哪裡 蓋子蓋上去它會關起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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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買過像那種300萬啊 或者是200萬 畫面都霧霧的糊糊的 它就有內建500萬的畫素 就這樣嗎 該不會就是直接用燈挖吧 當然不是囉 就在底座裡面 保護套了你就把它塞進去 它就是怕你挖得太盡興 太開心 挖得太深 所以告訴你說好囉 到這邊囉 不要再挖囉 你就選擇一個你喜歡的大小 比較小的啊 然後或者比較寬 或甚至有像比較湯匙形狀的 我今天要選擇小一點的 因為等一下來幫我兒子挖耳朵 套進去卡好 也不用擔心說你在挖的時候 它掉下來 非常的穩固 連線的方式設定裡面 Wave View 點下去連線之後再回到Wave View 按Start 就來挖耳朵啦 你拿好可以看到媽媽挖到哪裡 百萬的畫素 哇好清楚喔 你這邊會癢嗎 有耳朵裡面的小細毛 保護你耳道的小細毛 很厲害 這真是太厲害了 挖起來舒服舒服 舒服 適當的清潔耳朵是真的很重要的 喔喔喔喔喔 遇見了一個 小小的 這也太赤裸了吧 大家一定要買一隻來用用開 買了之後 全家大小都一定想要找你挖耳朵 大家要記得喔 6歲以下的小孩不建議使用喔 也不要去用寵物的 大人呢 可以好好享受自己挖耳朵的時刻 是非常重要的 Trick to check 不求人癢癢挖耳生氣 啖啖 這個是非常厲害喔 推薦給大家